三更有梦书当枕 千里怀人月在风 这里是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大家好 我是一安 人类所有的烦恼都来自于人际关系 人的一生离不开朋友 已经会有 今好则忘 以事会有 事去则清 以权会有 权失则弃 以情会有 情世人生 唯心相交 尽行致远 品清净之茶 劫悟道之人 饮豪情之酒 思牵挂之友 每个人都有社交的需求 通过社交来开展业务 交流新生 结交朋友等等 希望与他们共同创造一个简单愉悦的生活氛围 然而社交又需要一定的智慧 因为人性不仅复杂而且辩证 跟任何人相处 记住六个没必要 记住六个没必要可以让你知事故而不是故拥有好的人生 讨厌一个人没必要翻脸 讨厌一个人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 尽量减少接触而不是在继续的相处中翻脸 生而为人 生而为人一生注定要遇见各种各样的人 经历的事情多了 再也不会用争吵去结束一段关系 而是悄无声息的疏远 一辈子太短 没必要和不值得的人较真 讨厌一个人 真的不必翻脸 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中 遇到厌恶的人 首先要学会回避和忍让 你的宽容至少能维持表面的和平 但是你的愤怒翻脸 却会轻易地毁掉你的很多人际关系 现实中搞砸一段关系 会给你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力 你和讨厌的人翻脸的时候 不仅葬送了自己的宁静 也激化了你们之间的矛盾 一个不把你当回事的人 不值得你看中 生命中碰见的那些纠缠不休的烂人 遇到口秘附件的小人 遇到过背叛和辜负你的人 与其和他们争执翻脸受伤害 让别人觉得你小肚积肠 不可理喻 还不如努力让自己足够强大 足够优秀 远离那些你不喜欢的人 跳出那些让你讨厌的圈子 经历的事情越多 越来越能理解那句话 讨厌一个人真的不必翻脸 正如鬼谷子所说 绝人之伪 不行之于色 吃人之亏 不动之于口 讨厌别人虚伪的一面 不要明显地表现在脸上 知道自己吃了别人的亏 长经验了就好 不要去争锋相对 非要理论清楚 讨厌一个人真的用不着翻脸 只需要修炼提升自己 及时止损 进而远之那些琐碎 喜欢一个人 没必要跪舔 遇到了自己喜欢的人 总想和他尽快拉近关系 去讨好 跪舔是最容易的方式 因为人性的弱点 就在于喜欢受人尊重 而且拿人手短 吃人嘴短 一来二去就会越加熟悉 但很多人认为 这就是爱的开始 其实如果对方不爱你 你们的关系也就永远停留在这个地步 付出越多 反而越不被珍视 跪舔越多 越让人看不起 更让你得不偿失 更加地不在意你 没有人会喜欢一个 不断跪舔自己的人 他会觉得这样的爱太廉价 太容易轻易到手 反而不会去珍惜 不会在意 越是放低身价地去跪舔一个人 那个人越会轻视你 他认为这不是爱 而是一种打搅和纠缠 只会让人感到厌烦 付出没有价值 你越是想给他不需要的感情和东西 他会认为没有什么价值 所以付出并不会有什么意义 你认为给予了很多 就代表感情有多深 完全是一厢情愿的猜测 对于别人而言 这些没有价值的付出 很快就会淡忘 哪里记得你的那些好 所以跪舔的人 注定付出不会有价值 容易迷失自己 看不到希望 却还在无谓坚持 得不到回报 却还要付出到底 这会让自己彻底迷失 不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里 让自己越来越不自信 没有勇气走出一段错误感情 也失去了爱一个人的能力 这样的付出方式 最后受伤的只能是自己 错过一个人 没必要怀念 当你错过一个人的时候 可以偶尔想下 但是没有必要一直想 错过的人就是错过了 是昨天的事情 你要记住 你还有美好的明天 还有人在等你 即使是曾经再怎么喜欢的人 也没有必要放弃 当下的幸福和快乐 毕竟已经错过 那些已经离开你的人 已经不可能再回来 你也没必要 吊死在一棵树上 还有更多的在等着你 不要对这个世界失去希望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真正可以 对另一个人的伤痛 感同身受 你万箭穿心 你痛不欲生 也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事 别人也许会同情 也许会接探 但永远不会清楚 你伤口究竟溃烂到何地 别再为错过了什么而懊恼 你错过的人和事 别人才有机会遇见 别人错过了 你才有机会拥有 人人都会错过 人人都曾经错过 真正属于你的 永远不会错过 因此错一个人 没有必要怀念 在人生的前方 有一个更优秀 更适合的人在等你 看穿一个人 没必要接穿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更多的是相互尊重 你敬我一尺 我还你一账 才是最佳的相处模式 看穿一个人 没有必要接穿 正所谓 祸从口出 人与人之间的情分 往往是从口无遮拦 开始撕裂的 逞一时口舌之快 伤了对方的颜面 自己也难做人 曹操生性多疑 常担心自己遭容谋害 于是告诉身边人 我梦中好杀人 我睡着的时候 你们都不要靠近 一天曹操睡觉时 被子从床上掉下来 带从上面整理 谁知曹操立刻跳起来 拔剑杀掉侍从 然后继续躺下睡觉 第二天曹操醒来后 假意震惊地问 谁杀掉了侍从 身边的人告诉他 事情的经过 曹操假装痛哭 并命人一定要后葬随从 曹操的主伯杨修 学识渊博 却常常说话口无遮拦 锋芒毕露 旁人都心知肚明曹操的用意 唯有杨修自作聪明地说 不是丞相在做梦 是我们在梦中啊 此话传到曹操耳中 不仅让曹操对杨修产生了看法 也为杨修最后的死 买下了祸患 人生在世 难免会遇到你看不惯的人和事 如果次次较真 只会让自己的心疲惫不堪 甚至引来祸端 水深不语 人稳不严 聪明不需要张扬 看清一个人 也用不着揭穿 人生不是答卷 有些事注定没有答案 看清一个人不揭穿 不是因为懦弱 而是成熟 有些人有些事 终将在岁月中消逝 揭穿他们 可能会有一时的痛快 但看破不说破 换来的 却是一辈子的安宁 与自在 敬畏一个人 没必要唯唯诺诺 孔子曰 君子有三位 为天命 为大人 为圣人之言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为也 侠大人 五圣人之言 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在于 君子心存成静 有敬畏之心 小人心中只有傲慢 自大之心 对于大人的威严 圣人的教诲 不屑一顾 心存敬畏 是一个人内心真正的修养 也是真正的修行 越是修养高 道行深的人 越看到自己的渺小平凡 越有敬畏之心 怀有一颗敬畏的心 行事有约束 心中有信仰 养出心中的浩然之气 守在规矩之中 居在方圆之内 一切安定都会不期而至 一切美好都会如约绽放 不要用老好人的标准 去要求自己 你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不需要让所有的人满意 你只需要让自己的家人 和爱你的人满意就可以了 你没必要让所有的人爱你 你只需要让爱你的人更爱你 这就可以了 你要有君子的风度 也要有对付小人的招数 你既应该懂低调 也要学会嚣张跋扈 让你的爹妈出去 因为你的强大而能炫耀 而骄傲 让你的爱人不为生活所发愁 让孩子以你为榜样 一个男人 你就应该活出这个样 这才是一个男人拥有的品德 感恩一个人 没必要逼宫屈膝 美国耶鲁大学校长 彼得·沙洛维 在一次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心怀感恩的人 很少会嫉妒他人 充满感恩的人 能更好地应对生活的压力 具有更强的抵抗力 懂得感恩的人 即使在困境中 他们也能发现美好的东西 更重要的是 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一定是一个善良的人 时时对自己的现状 心存感激 同时对别人 为你所做的一切 怀有敬意和感恩之情 所以表达感恩的能力 不仅是社交礼貌 也是一种核心竞争力 你要相信 感恩将为你开启 一扇神奇的力量之门 发掘出你无穷的潜力 迎接你的 也将是更多 更好的成功机会 感恩一个人 一味地卑躬屈膝 是不可取的 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 每个人都要坚持做自己 保持自己的原则 这是很难做到的 和别人相处时 难免要和一些人打交道 有些高人一等的商人 知道如何随机应变 总能使许多人愉快 有些人可以坚持自己的个性 不会讨好别人 也不会为谁而歌唱 其实 这一生 如果过得不如意 不是因为别的原因 而是你从未对自己满意 持有所短 寸有所长 没有任何人完美无缺 世上没有完美的人和事 如果你觉得别人完美 是因为你离得太远 看自己不满 是离得太近 你没有自己想象的糟糕 别人也没你想象的完美 掌握一些好的 为人处事的方法 既让别人自在 也让自己舒服 和乐而不为呢 世间没有万事如意 红尘没有心想事成 生活苦不苦 只有自己知道 一路走来 许多的美好 在不知不觉间 就已成了 无法复制的昨天 许多的现实与沧桑 压抑了心之轻狂 磨灭了孤傲的灵魂 人来到这世上 浮华若梦 不经历风雨 怎么会见彩虹 没有经历失败的人生 就不是完美的人生 今天延安将和大家 分享的题目是 真正的聪明 是给他人留点面子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 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 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 因你们而精彩 俗话说 人活一张脸 树活一张皮 意思是 如果你想要有尊严地活着 就努力为自己争口气 争面子 在中国人眼里 脸面就是人的尊严 底气甚至大过天 与人交往 注意给人留面子 不是别人有多值得 多优秀 而是你懂得体恤他人 褒奖他人 深暗为人处事之道 给人留面子 是一种聪明 人际活动中 有的人总喜欢说话 占上风 得礼不饶人 以自己能凌驾 于别人之上为荣耀 殊不知 人无完人 都有犯错的可能 即使你很正确在里 地位和水平 都在对方之上 也要得饶人处 且饶人 适当地给人留些面子 大气宽容点 给人改过自新的机会 这样交往起来 会更融洽 得力饶人 才是真正的聪明 才能让你在圈子中 如鱼得水 曾国藩刚开始做官时 因经常批评官官相护的官员 说话时不给对方留情面 进而得罪了很多大臣 和地方官身 因此招来别人报复 处处受打压 在太平天国运动 建成燎原之势时 曾国藩为了挽救大清 更是直言不讳 不给皇上面子 还指出了三个缺点 皇上恼羞成怒 险些杀了他 后来曾国藩不断反省 研读古书 查找自己处处碰壁的原因 方才明白 自己说话咄咄逼人 没有给人留下余地 买下货根 当他学会了换位思考 明白逢人只说三句话 未可全抛一片心的道理 就能左右逢源 在官场上游刃游鱼 还留下了 行事不可认心 说话不可认口的经典语录 真正的聪明 言谈适中 行事适度 话不说满 事不作绝 内方外援 这样才能保护自己 免受伤害 如果可无遮拦 爱憎过于分明 即便能力过人 也不会服众 只会将自己 推向孤立的边缘 给人留面子 留余地 也是在为自己留退路 正如曾广贤文说 画龙画虎 难画骨 知人知面 不知心 人心难测 谨言慎行 才是王道 给人留面子 是一种尊重 中国是礼仪之邦 人与人相处 喜欢客套 需要虚寒问暖 这不是虚伪 而是礼貌 互相尊重 街坊邻居 见个面 打个招呼 问声你好 初次相见的人握个手 哪怕向陌生人 点头微笑 这些貌似小事 却反映了个人的精神风貌 更是相互重视 体察的修为 有一个小故事 一位总裁 带着孙子散步 有个乞丐 向他鞠躬 总裁马上还礼 弯腰更深 孙子不解 他只是一个乞丐 总裁回答 我绝不允许一个乞丐 比总裁更礼貌 更懂得尊重人 面子工程 是意识 形态范畴 人人都需要 它不关乎身份地位 不关乎功名利路 是每个人都希望的存在感 平等相待 平视他人 是对人的起码尊重 如果你居高临下 即使是达官贵人 名盲望族 也会招人嫌弃 让人难以接受 给不如自己的人留面子 其实是高贵自己 曾前有个口吃的人 他在街上找人问路 被问的人 却始终不回答他 这个口吃就很生气 随后大骂这个人 可这人依旧一言不发 在这个口吃离开后 路人都问他 刚才为什么不给人指路 他摇摇头说 我也是口吃 我若回答 那人定以为我在戏弄他 为了顾全别人的颜面 不让人尴尬 自己忍辱负重 这其中不仅仅是尊重人 更是善良 照顾别人的缺陷 包容别人的短处 乃大善大爱 给人留面子 是一种福气 佛光蔡根坛说 得礼 而能饶人 是为厚道 厚道则路宽 无礼而又损人 是为霸道 霸道则路宅 宽厚仁慈者 善于给人留面子 不与人斤斤计较 懂得包容 所以常常被幸运围绕 而尖酸刻薄的人 想方设法不给人留面子 以此显示自己高人一等 所以树敌太多 前面可走的路 就越来越少 正所谓赠人玫瑰 手有余香 给人仁爱 你必积得 据《韩世外传》记载 一次储庄王跟群臣日暮时喝酒 大家都喝高了 突然店上的蜡烛灭了 大将糖角 借机调戏了储庄王身边的妃子 妃子大惊之下 摘下糖角头上的将鹰 哭告储王 无红鹰者即为调戏人 那时蜡烛还没重亮 储王宽宏大量 没有处罚这位失礼的将军 反而下令 宴奸群臣 凡顶有红鹰者 尽数摘下 这样除了糖角自己外 没有人知道 刚才大胆犯上之人是谁 此后也无人再提此事 事隔多年 储庄王被公危待 幸有一将军奋勇杀志 救回储王 这位将军就是糖角 他对庄王没有承办他 一直心怀感激 故而貌似报恩 爱出者爱返 服王者服来 曾经给人留下了一次面子 如今返还一次生的契机 这难道不是福报吗 给人留面子是一种能力 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 与周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所以人与人相处 也难免会有意见分歧 这时候做大事的人 不会一意孤行 却是怀着敬畏之心 站在对方立场考虑问题 他们讲究分寸 讲究周全 敬重观点不同的人 这样既能成全自己 又能不露声色地 给对方合理的台阶 不伤和气 孔子就是这样的人 他在鲁国当官几年 深受鲁王爱戴 但孔子一次参加祭祀时 因祭祀的肉迟迟未送到 便辞官不干了 不明真相的人 以为孔子是因为一块肉走的 实际上是孔子为官三年 他倡导的为政以德的理念 很难实现 再待下去没有意义 可是孔子又不能不感谢 鲁王的礼遇 所以找了一件小事 作为辞官借口 宁可让众人说自己脾气倔 也不能说自己和鲁王 有正见不同 这就是孔子的高明之处 孔子既顾及了鲁王面子 又让自己轻松而退 两全其美 说话做事 先考虑给人留面子 是一门学问 运用的巧妙 必定事半功倍 世间的事都是相互的 将心比心 才能料理同心 给别人台阶的同时 自己也有台阶 给别人面子 自己越有面子 在人的生命长河中 做好面子工程 对于未来发展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余生愿你维护好 自己面子同时 也给别人留足面子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